好喝 這就是沒人喜歡的味道 不知道怎麼說欸 這沒就是喜歡這種味道 大家好我是絕對女孩Greta 歡迎來到Find Your Wine節目單元 我們邀請到了在各行各業發光發熱的人 來節目滿意 並且請他們講出自己心目中 願意購買九款的價格 幫助他們找到屬於自己心目中高CP值的九款 今天的來賓是為勇敢追夢的電影製作人 為了發專輯 放棄細谷把萬年新回到台灣 讓我們歡迎大胖 前面那麼冷靜然後最後突然變嗨 讓我們歡迎大胖 剛剛不是很嗨嗎 怎麼突然又變冷靜了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DJ大胖 很開心大胖來到我們節目 然後我先講一下這個節目的遊戲規則 欸 他就說 Find Your Wine 我們等一下會盲癮 讓你盲癮多好久 Easy Easy嗎 然後你要講出你 在你心目中你願意花多少錢去買這支酒 那我們會公佈答案 那如果你今天心中願意購買價格高於它的實際售價 滑酒代表 其實這支酒是很符合你的酒款 因為它在你心目中算是高CP值 OK OK嗎 會先給你一個Range嗎 我可以給你一個Range 今天的酒款都是在1500塊以下 你可以在0到1500之間去拆 你願意用多少錢去買這些酒 Easy Easy 好 那我們先就來喝第一款酒 好 那我先說今天的葡萄酒都是 我們會有三支 然後每支都是混釀 混釀就是說它是用不只一個葡萄品種去釀成的葡萄酒 嗯 對 所以我們就來試試看第一支 先不用先講一下我對葡萄酒的了解嗎 不用 因為No one cares 因為我以前是住在這個這個加州嘛 對 所以我很常去這個Napa Valley這個地方 算是一個知名的這個區域嘛 基本上每個酒莊我都去過了 真的喔 假的 我去過很多酒 其實我去過很多啦 哦 對 然後基本上呢就是 那裡的酒這個 我應該大部分都喝過 你在那邊留學的時候有認真念書嗎 為什麼可以去那麼多酒莊啊 當然沒有 沒有 因為那裡真的很近啦 因為我在從舊金山 到Napa 只要開車大概兩個小時的距離 哦 對啊 然後就可能一個週末就去一個酒莊啊 然後有些他可能可以申請當會員 譬如說你買超過幾支酒就可以變會員這樣子 對 對 然後後來我就鎖定幾支 就可以騙妹的 哈哈哈 賢嘴有方式跟一般人滿不太一樣的 哈哈哈 我可以分辨的出 我覺得是好喝或不好喝 然後妹愛喝或妹不愛喝的 那等一下來看一下你的功力 來 來第一支 那第一支 有簡短對他的介紹嗎 介紹你就不用問了 好好好來 所以喝囉 喝啊喝啊 還蠻好聞的 哈哈 這是我們一擠出來的評語 這算是有木頭的味道 有有有它有木質味蠻明顯的 然後我覺得它有一點 一點點青椒青草的味道 聞起來不會就是不會讓人覺得有 有嗆鼻的感覺 喔對的確有些酒它會比較有強烈的香氣 或是比較會發心的味道就會比較刺鼻 所以這個應該是妹會喜歡的味道 可以喝了嗎 好喝 哈哈哈 沒有啦下一步 我都忘了我 來來來 偏酸 對我覺得它酸度不低 你看是不是喝得出來 所以覺得它口感像的有沒有到很澀 或是丹寧有沒有到很高 解釋一下丹寧是什麼 就是丹寧有一點刮舌感 譬如說你喝下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 噢色感 嘴巴有點乾碩的感覺 就是一粒一粒或是那種 對在舌頭的地方 我覺得不色欸 我覺得我比較色欸 也蠻順的啊 就是都沒有什麼 而且我覺得感覺偏淡 丹寧我覺得喝到二三口的時候 的確開始有點出來 喔 第一口的確是覺得好像還 不可以色色 喝酒不可以色色 你願意花好熟悉 以我的才藝喔 三百萬 買這一支酒 沒有啦 三百萬是什麼弊別啊 請問是什麼弊別啊 對我來說有點太水了 你說比較平易進行人的平衣款 就是 對 就是不是 就喝起來沒有讓我覺得 喔喔喔喔喔喔 的感覺 請估計啊 就是你在你心目中 你願意花多少錢買這支酒 所以Range是從0到1500是不是 對今天的酒款就是Range是0到1500 好啦我真的覺得這個不錯的菜 七百吧 對啊 然後攝影師在笑喔 知道了 攝影師他也不知道 在我們解答前 有幾個小問題要問你 好 對那如果你不想回答 或是你覺得你回答不出來 沒關係你就喝一口 第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你算是一個音樂製作人 沒錯 然後本身也有在唱歌 欸 也是個歌手 欸 那其實在你性感肥宅這一首歌中 歌詞有提到自己是肥宅界的陳冠希喔 那請問你有幫女生拍過裸照嗎 幫女生拍裸照喔 對 好像沒有欸 但是我歡迎 如果想要拍裸照可以找我 編繫方式在這邊 我沒有幫你幫你去後製好嗎 肥宅界的陳冠希 只會用download的 download裸照 第二題 大胖之前在矽谷當工程師喔 年薪高達500萬 選擇放棄高薪回台灣發行專輯 是覺得台灣的人口比美國少 所以要紅比較容易嗎 呃 算了我覺得你直接喝好了 是吧 不是 不是 沒有沒有 我覺得是 有點 算了 應該是吧 結果還紅不起來 下一題 好我們先介紹答案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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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好我們現在介紹一下第一支酒好了 Saga Saga不是嗎 英文發音式沒錯 第一支酒它是波爾多 當然它是波爾多大區的混釀 所以它主要是Cabernet Sovianum這個品種在加美羅 對 你應該不陌生啦 因為其實美國也是蠻多Cabernet Sovianum這個品種的混釀 比較平易近人比較daily drink的款 跨國五大酒莊有一個其中一個是拉菲 那他們旗下廣域的葡萄酒 好那我們現在來公佈這支酒的價格 台幣499 我還買貴了 沒有我剛剛其實我想要猜更低了 那我不想要侮辱它 我剛剛也想要猜300塊了 那後來就覺得你不可能拿這麼便宜的酒出來吧 沒有沒有沒有 恭喜你只要你第一支心中高CP值9塊 因為你願意花700塊來買 但它其實只要49就恭喜你等一下可以把它帶回家 我不想帶回家 說啦其實以這個價格來說OK啦 是啦 那我們來到第二支 先聞味道是不是好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酒味就是比較刺一點的對不對 感覺聞就會醉 你覺得它有什麼香氣上面有什麼風味 講不出什麼屁怎麼辦 你看你知道來唱歌 你先說你覺得它有什麼味道 我覺得它那種木質的味道非常明顯奶味 喔 奶味 但是我覺得它反而就是 就是它的味道 就是像木桶的味道或什麼之類的 反而蓋住它原本紅酒本身的味道 你是說果味嗎 之類的 其實也有一種生鏽的味道 有鐵鏽味那種感覺對不對 對啊 有有有有 這是一個很好的形容欸 是不是 懂了 我覺得前面 剛入口的時候還是原本以為它偏水 結果它澀澀 而且我覺得它口感蠻集中的 我不喜歡酸的 你不喜歡酸的 所以這兩支我覺得目前我都覺得還好 但我覺得妹應該是不喜歡吧 不太澀澀啦 妹都不喜歡澀澀 妹喜歡你說很異隱的是不是 對對對 你個人比較喜歡這支比起第一次的原因是 就是感覺它很配食物 喔 就是很適合配食物來吃 在你心目中你願意花多少錢來購買 好一千二啦 不客套 沒在客套一千二 那在我們公布這支酒之前 我也有幾個小問題想問 喔又來 好來 大胖呢畢業於師大附中 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 美國南加大電機工程系碩士 不只是美麗的顏色 OK 在矽谷知名科技工程師擔任產品經理 學歷非常的好 年薪也很高 現在出來當DJ和音樂製作人 是不是覺得高學歷沒有用 不是 不是這麼說了 大家還是要好好念書好嗎 高學歷跟 跟你賺的錢並不一定成正比 然後跟你喜歡做的事情也不一定成正比 因為搞不好你 就覺得十幾二十年都在浪費你的時間 讀一個其實沒什麼用 或是你不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才回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就沒錢啦 高學歷可以保證你 可以有賺到錢的機會吧 就賺到穩定收入的機會 只是說大家如果想要做自己的事情 自己喜歡的事情的話呢 就不要想著賺錢 我覺得我自己剛好後患說 人生的課題 人生的課題 好那接下來第二題 目前單身的大胖 對於嬌女友保持著寧缺霧爛的隨緣態度 真的有隨緣嗎 我覺得你很積極耶 而且我也沒有寧缺霧爛啦 你不在那新聞稿上 我這是看新聞稿寫的欸你 我就是缺啊 沒有寧缺霧爛啦 就是缺 再Key一次我的聯絡訊息 曾經表示未來的女友條件為 要聽得懂你講的笑話 但是卻沒有提到要聽得懂你唱的歌 所以是對自己的歌聲沒有把握 沒有什麼自信是不是 因為歌路太廣了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就像酒一樣啊就是 你有酒世界上全世界有這麼多種 就是你不能要求他一定要喜歡你的作品嘛 對對對 但是笑話這個東西我覺得是比較集中的 笑話還是有很多種 譬如說黃色笑話啊 對 大家知道至少你現在在講笑話 然後他就要給我笑 好 如果不笑的話我就不喜歡你 接下來我們要來揭曉這一支酒的價格 Vinos Finos Rioja 所以這是從 Spain 對 好 至少你知道他自來自西班牙 這個酒莊是 Tondonia 它是一個非常有名 然後在西班牙也是一個非常古老的酒莊 然後也保留滿多傳統的方式來釀酒 因為還是混釀啊 那它主要的品種有 Granachia Tempranillo Graciano 這支酒的價格是 1200 你是不是在猜太招 請上配音 Dirun 我覺得很厲害耶 是不是 這懂喝好不好 come on 這支一定要讓你帶回家好好品嘗 後面來賓壓力大了我跟你講 那我们现在来换第三支酒 好 第三支 我喜欢这个味道耶 但我也讲不出什么屁 也是同味很重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味道耶 就是有一种香水味 我不知道会怎么说 它的确香气很奔芳 然后有一些辛香料的味道 嗯 对 那种Spicy啊 香料味那种 然后它没有刚刚第二支那么刺 就闻起来刚刚第二支比较刺一点 感觉有东西在捅我的鼻孔 但你却很喜欢 所以你喜欢别人同意的鼻孔 这支就是感觉是 多有一份温温的感觉浸到鼻子 但是还是有它的酒味在这样 好喝 这就是梅喜欢的味道 我不知道怎么说耶 这梅就是喜欢这种味道 虽然它没有到很甜 那因为现在就是 它其实有点微甜感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是如果是那种 很年轻的梅的话 他们就喜欢那种喝起来像葡萄汁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三十岁的这种妹的话呢 他们可能就喜欢这种 就是那酒感也还蛮有的 它其实丹宁也蛮明显耶 色色 对对 色色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会来买来存着 然后如果有约会的时候就会拿出来 你心中愿意花多少钱买这支酒 一千零五十好 一千零五十 刚好怎么念呢 这你一定念出来吧 英文发音 Pen Pen Folt 呀 Pen Folt Pen Folt Kunangahil Pen Folt这个酒粽题在澳洲是非常有名的 然后今天这一支也是混酿 它是 它的品种是 Cabernet Sauvignon加 Shiraz 喝起来我觉得那个青椒味啊 Spicy 然后同味木质其实还蛮明显的 它的价格是 七百五 蛤 所以呢 这一支也是你的CP值酒款 对 没错 就你愿意花150 那它其实只要七百五哦 蛤 我觉得 我觉得它是有超过一千的味道耶 所以你喜欢这个味道 我喜欢 我也是妹 我们今天的目的算是有达到 因为 这个节目就是希望帮来宾找出 它属于他们心目中CP值的酒款 那其实第一支跟第三支 都符合 因为你愿意用各高的价格来买 那第二支就是完全命中也很厉害 拍拍手哦 谢谢老师 那最后 你是不是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专辑呢 哦 对 好啊 大家可以在 诶 我的专辑是 Undefine 未定义 就是我在去年2010年的时候 发行这张电影的专辑 带给台湾更多的这个 华语的美式电音这样子 喜欢听电影的观众呢 千万不要错过 然后想知道我更多讯息呢 可以搜寻大胖音乐 大胖music DAPUN MUSIC 在这个各大平台 各大社交媒体都可以找到我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正妹单身朋友 也可以介绍给他 这边 这边 这是不是比推转起来重要 哎我觉得就不用太别上来 就一直摆在左上角 这边就 整机吗 整机 我的电话 别人都负IG我负电话 他们没有在careforrow 他只care 我们正妹联络他这样 好请联络我 专辑叫未定义的原因是 专辑叫未定义的原因就是 我不想要被定义为 原本啦最少是不想被定义为一个工程师 或者不想被定义为是一个音乐人 但是呢 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太狭隘了 所以我就写了 各式各样不同不该被定义的事情 就像是今天我是一个胖子 但是我一个很性感 所以我就写一首歌叫做性感肥宅 然后例如说 今天这个台湾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爱 不管是同性异性 或者是老少配啊 或者是爷孙配啊 什么之类的 都是爱 那所以呢 我就写一首歌叫做爱是任何的形状 爷孙配 OK 爷孙配是什么 对 还有这个组的 爷孙就是又是男男又是年龄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上节目 感谢我们99女孩的邀请好不好 那也请大家支持大胖 我们下次见 一起来喝酒 一起来喝酒拜拜